占姆斯加盟胡人现役联盟第一人乐布朗 占姆斯今年夏天做出了决定三,决定加盟洛杉矶胡人 对此各大媒体和大部分球迷们都表示支持 因为占姆斯为骑士已经做得够多了 在2016赛季的时候为骑士带来了NBA历史上不曾见过的一比三一软冠军 并且洛杉矶胡人对比起骑士来说 接下来几个赛季夺冠机会更大,商业机会也更多 不过让人想不明白的是,同样是为了夺冠 杜兰特加盟勇士遭受的非议比詹姆斯加盟胡人多多了 不过现在也无所谓了 因为杜兰特加盟勇士的两个赛季里 拿下了两个总冠军和两个FMVP 这让杜兰特的历史地位大大上升 在仅仅12个小时之内 NBA诞生了三个新消息 火箭和热火巨星争相卖房产 詹姆斯今天也热上了不该热的官司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勇士球星杜兰特第一个消息是关于自由球员尼克扬的 根据美国网站TMZ Sports的报道称 前勇士球星尼克扬 在本周被洛杉矶警方逮捕 原因是尼克扬公然拒绝警方的例行检查 双方险些发生冲突 尼克扬对于警方的检查并不配合 随后尼克扬被警局立案调查 虽然NBA球星拥有很多球迷 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尼克扬并不是第一次和警方发生冲突 在2016年的时候 尼克扬就被人指控 尼克扬的随意的性格 让他拥有了大量的粉丝 但是这种性格并不是总是好的 就像面对警察检查的时候 尼克扬被捕 第二个消息是关于火箭球星克里斯保罗的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者 克里斯保罗已经出售了自己位于洛杉矶 的卡拉巴萨斯的好产 这不是保罗第一次出售洛杉矶的房产了 在加盟休斯敦的一年中 保罗已经卖掉了洛杉矶西部的 贝莱尔和伍德兰西尔斯的两处房产 加上这次 保罗相当于在一年之内 接连卖掉了洛杉矶的三处房产 从保罗的动作来看 他基本上打算在火箭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火箭球星保罗第三个消息 是关于热火已经退役的巨星 阿朗索莫宁的 看见保罗卖房子赚钱 莫宁也和保罗争相卖起了房子 根据太阳先驱报的报道称 莫宁贷卖移价值1200万 那房子最终重交价为825万美金 这所房子面积达到了13219平方英尺 莫宁是热火的史上最伟大的巨星之一 他在热火时期正值巅峰 在2006赛季帮助热火拿下总冠军 在2014年莫宁成功入选了名人堂 热火巨星莫宁关于联盟第一人 詹姆斯热官司的事情是这样的 詹姆斯近日在法庭上作证 我身上的文宣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想如何使用它是我自己的事情 并且可以授权给任何人或者任何公司 詹姆斯的纹身是由Solid Oxbatches公司设计的 因此该公司拥有詹姆斯纹身的版权 而NBA游戏公司Tik2 在游戏人物上使用了詹姆斯的纹身 这导致为詹姆斯设计纹身的公司 向Bitik2公司索要版权费 对此詹姆斯支持了NBA游戏公司Tik2 表示自己的纹身自己做主 目前双方还未达成和解 张姆斯文圈